走進南庄老街 不論平日假日都有許多遊客 穿越熱鬧之後轉個彎 來到一條靜謂的小巷子 名為桂花巷 放若與世隔絕般 不比來的只有真正麵香 我本來就是夠夠乾嗎 那我來一碗 綿密的羹湯Q彈的肉餡 或者各種食材 輕薄滑順 手工麵條嚼勁十足 便宜又大碗 這一碗勾勾根 來自南庄的香弄裡 我從嫁過來就吃好幾十年 我大概吃了三十年了 對... 因為手工麵它本身的口感 就比較Q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老闆娘 她的湯頭就是 她有自己做的那個勾勾的 那個湯頭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她勾勾麵這樣搭配在一起 是比較好入口 我們家人是這樣認為 乾麵湯麵我都吃過 但是每次來的時候 她都非常滿 今天終於可以吃到 她的勾勾麵 內行人在吃的吧 就是從小吃到大的味道 在地人一吃數十年的勾勾根 是老闆娘聞雪椒 從婆婆那一代學來的手藝 小小麵店已賣六十年 陪伴許多男裝人長大 更是有客到此一遊 想要品嘗的在地古早味 我從以前國小國中 就開始吃到現在 三十幾年以後 對... 因為這一家的麵 我覺得吃起來味道很好吃 那它的勾勾麵 最主要是吃起來也是 我覺得料都是很新鮮的 所以我們都滿常來吃的 一碗羹麵傳承兩代 溫雪椒每天一早備料煮羹 樸實簡單的味道 不知牽住多少人的心 我剛剛有幾種配料 連魚醬應該是五種吧 這個是... 這個是魷魚 活潑的配方 應該差不多 所以這個他們就叫狗公了 對 應該是說客人叫出來的吧 真的喔 因為它有勾芡 所以它... 割割的 勾芡也不用很多喔 不用 當天現打的魚漿 魚肉大塊 口感Q彈 羹湯滑順綿密 早期許多南莊人 會來上一碗勾勾跟當早餐 暖心又暖胃 淋上黑醋 讓羹湯更有層次 溫雪椒特定用南莊 僅存一家的手工麵條 搭配著羹湯 吃起來鮮味爆表 乾拌系列 獲著油蔥醬油 鹹香有勁 麵條香 反調嫩 再切上一盤滷味 海帶 豆干 滷蛋 古早滋味 來自有50年歷史的大造